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 现在呢是北美的大年三十,可是中国呢已经是正月初一了,已经是新年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问一声大家春节好,祝大家兔年大吉 我先学了一个词啊,叫前途四景,钱是金钱的钱,图呢是兔子的兔啊 前途四景,这个呢叫谐音梗 现在貌似呢围绕这个兔字啊,还有出来很多的谐音梗 如果大家还知道一些其他的不错的谐音梗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好,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有三方面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围绕我们的春节来的 首先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春节晚会 这个春节晚会呢,我已经看完了啊,我来评论一下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新年祝词啊,他这个新年祝词呢,引起来了很大的反省 中国人就觉得呢,他是没安好心 那么有的人呢,还觉得说呢,中国人想多了 到底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呢? 我一会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海外华人所关心的这个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问题 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对于这个事情呢,在他们的网站上做了回应 一会儿我来讨论一下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那么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 首先呢,我想回应一下昨天呢,有一个网友啊 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认为他这件事情呢,我还是有必要来回应一下的 那么有一个网友呢,他就留言啊 他说,瑞士的官方媒体或者是瑞士的官方啊 已经公布了这件事情 说有一个中国公派到瑞典去留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就向瑞典的媒体呢,报告 不知道是不是还向瑞典的警方报告 他就说呢,他被中国政府派到瑞典去留学 是公派留学 因为他是公派留学,中国政府呢,和他之间是签了合同的 他说啊,说中国政府呢,和他签了合同 他应该在瑞典留学之后呢,回中国 如果不回中国的话呢 那么中国所给他支付的这个留学的费用呢,需要返还 那如果他不回去的话呢,中国政府会找他的父母 现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想回中国 所以呢,他貌似要向瑞典政府求助,或者向瑞典的媒体求助 觉得他会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会受到中国政府对他父母的一个迫害 这是他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他就是说呀 他说他在瑞典留学期间呢,中国政府对他是有任务的 是要求他在瑞典偷取瑞典的科学技术,这些科技的秘密的 如果不完成任务的话呢,貌似好像还会对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我就想说呢,就是瑞典如果说他们的媒体放出来 或者他的政府放出来这个的话呢 就算是这个留学生对他们就是原话这么说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谣言 作为瑞典的政府和瑞典的媒体呢,应该有这个判别能力 这个事情呢,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留学生 向他们来报告这件事的话 这件事和在两三年前澳大利亚所发生的那个王立强的那件事呢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是呢,那位留学生污蔑中国政府 如果是留学生说的话的话,就是留学生污蔑政府 如果留学生没有说这些话,或者是没有说全部的这些话的话呢 那就是瑞典的媒体或者瑞典的政府污蔑中国政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呢,知道中国确实是公派了很多的留学生 甚至中国政府呢,公派了很多交流学者 交流学者从定义上来说呢 他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出钱,中国政府出钱 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出钱,中国政府出钱 来双方进行交换这学者,进行交流的 他本身就是这个意思啊 留学生呢,这里面呢,就有公派的和自费的了 那中国呢,毋庸置疑,是公派公废派了好多的留学生 那么有大量的留学生呢,公派出国以后呢,就不回去了 不仅不回去,而且呢,在境外大肆的污蔑中国政府 比如说那个余茂春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有一点啊 中国政府呢,我认为他不是这么做的 但是他这种不是这么做的呢,我是挺有意见的 我觉得呢,就不应该这么做 就是呢,公派给那些留学生 他出去留学后,他不回来 这件事情呢,没有下文 对他们没有惩罚机制 没有惩罚机制 我估计1989呢,他们出国之前 也有可能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签了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 而且我判断,99% 他的父母对这个留学生呢 这个公派留学啊,是不负连带责任的 我对中国政府呢,这个做法 我个人是持一个不赞同的态度的 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呢 如果你出钱给一些留学生 让他们出国去留学 如果他是未成年人的话呢 他的父母一定得承担责任 如果他是成年人的话呢 也应该可以要求他们的父母呢 承担连带责任 或者他找其他的 反正他得找一个大某人 得找一个其他的一方 来负连带责任的第三方 因为那些出国留学不回去的 这个事情呢,实在是太严重了 所以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 应该这么做 但是中国政府呢,肯定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从余茂春这个呢 我就能够看出来 余茂春现在这么如此的反中反共 但是呢,好像呢,中国对他的国内的亲属呢 我没有听到说 对他的亲属怎么样怎么样 并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说 中国向他国内的这个父母 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返还公费留学的费用 我从来没有听说 那么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这么做 这个留学生呢 竟然这样来污蔑中国政府呢 这纯粹是黑了心了 这是第一方面 中国政府呢,应该做而没做的 你拿了中国政府的钱 你跑到国外,你去留学 完了以后呢,你不回去了 然后呢,你还说中国政府 如果找你要钱的话,这是过分 这一点都不过分 你想想看呀,对不对 出国留学的这里面 你是公费的,人家有自费的 是不是 人家自费的,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是公费的,你不回去 对于其他的没有享受这部分费用的那些人 公平吗 公平吗 你已经到了境外的一天到晚的 欧割西方社会 欧割他们的公平,对不对 你认为这一点是公平的吗 对不对 你现在就这个还污蔑中国政府 你的良心认狗吃了吗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他的污蔑是什么呢 污蔑说中国政府给他任务 要求他在瑞典留学的时候呢 为中国政府做一些科技间谍的事情 我就想问 这个留学生,你到瑞典去留学 你留的是哪一个阶段的学 我就问你 你留的是本科阶段呢 还是硕士阶段呢 还是博士阶段 你还别说你是这个本科阶段了 你就是硕士阶段 你就是博士阶段 你能得到什么秘密 你能得到什么秘密 带你的那个指导老师 就算你是博士 带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啊 他都不比中国的科学家更高明 他有什么秘密好窃取啊 是不是 你就算是你是瑞典的一个科学家 你都参与科研项目了 说实在呢 你有什么好窃取啊 全世界现在被引用的百分之一的科学论文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 瑞典这个小破国家有什么好窃取的 你就这样来污蔑你自己的祖国 你的良心哪里去了 让狗吃了吗 好 这是我这个正题之前呢 先对这个网友留言的这么一个回应 这个网友呢 他的网名叫冰石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冰石呢 你是什么用意 如果你是眼瞎 你没有能力判断的话 下一次你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最好是先动动脑子 然后再发这样的消息 如果你是就是恶意的散布谣言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做这样的 昧良心的事情 是会遭到报应的 会遭到天大雷劈的 小心点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今年的春晚啊 我呢 是从小哈 从第一期的这个春晚就开始看了 到现在的春晚我每一期的春晚我都不辣的 一期都不辣 一点都不辣啊 这个春晚年年看 每个节目都看 那么今年的春晚呢 也不例外 今年的春晚看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呢 这么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我就发现这些小品啊 这些节目里面呢 有一个主题呢 就是建设这个和谐社会 有这么几个方面啊 一个是家庭的和谐啊 年轻的小夫妻中年夫妻啊 如何来解决夫妻吵架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冲突 比如说王宝强的那个小品啊 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和一个网约车的小哥 那么很容易呢 人在社会当中呢 就会发生冲撞 会发生冲突 然后呢 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来化解这些问题 只要是本着一个啊 宽容的 善良的 与人为善的这么一个态度呢 这些矛盾呢 都能化解啊 都能营造一个家庭和谐的社会 另外呢 还有个社会问题呢 就是这次的疫情 有一首歌呢 就唱的特别好啊 就是大家呢 要有一点耐心啊 通过这个疫情呢 大家就意识到啊 多么的需要大家在一起 以前好像没有感觉到 人对社会的需要 人的这种社会性的这个属性啊 这么的突出 通过这个疫情的隔离的时候呢 人们在发现啊 我是多么的离不开周围的人 我说的这个我不是指我寒美啊 我还没没有这个问题啊 大家长期看我的视频呢 可能知道了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大宅女啊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宅女啊 我就是一天到晚的在家里面啊 我都不再感觉到孤独的 我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无聊 我的词典里面呢 从来都没有无聊这两个字 我的词典里面从来都没有孤独这两个字 现在呢还有一个词啊 叫社恐 叫社交恐惧症 那么我是不是有社交恐惧症呢 我发现我也没有 社交恐惧症是什么 我理解就是呢 他害怕去和别人社交 他不去和别人社交 他宅在家里面是因为他害怕和别人社交 但是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就是选择不和别人社交 我选择不走出家门 不出去但是呢不代表着说我害怕出去 我害怕和别人在一起啊 我的亲戚朋友呢都知道啊 如果是和我在一起的话呢 我就是一个非常会活跃气氛的一个人 我从来基本上呢 如果我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 我基本上都是这个社交场合的一个中心人物 我是没有社交恐惧症的 但是我没有社交恐惧症 我不惧怕孤独 不代表着我就不能理解别人害怕孤独 绝大部分人是喜欢社交的 没有社交就不行 就喜欢热闹 怎么热闹 怎么开心 这些人呢我也能理解 还有呢 今年的春晚里面呢 其中有一首歌呀 就特别打动人 让人就是一看了哈 从一开始啊 让人就特别感动 特别想哭 就是那黄岐山啊 和另外一个女孩所唱的那首歌 就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的那种对话性的一首歌 黄岐山呢 以前说实在的 以前有一个事件啊 他参与到那个事件 我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这回他唱的这首歌 哎呦真打动我呀 也许因为呢 我既是一个女儿 我也是一个妈妈 所以呢 特别能感同身手 我看了他那首歌 我是看一遍哭一遍的 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也是一个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隔阂的 那么一个正能量的歌曲 总之呢 今年的春晚 我感觉呢 就是唱到一个和谐社会 那么我刚才还说了哈 就是疫情这件事情 2022年呢 在中国人的心中 在中国人的个人生活 社会生活当中 影响是如此的巨大 那么这个中央电视台 在这台晚会里面呢 都体现出来了 那么我就是想说呢 今年的春节晚会 还少了一个 年年都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那就是李古一 自从有了南望今宵这首歌以后呢 李古一是年年都要来唱这首歌的 这首歌没有他就不行 但是呢 今年却没有了他 没有了他是为什么呢 在昨天的时候呢 李古一他自己发了一篇微博 说对不起 我今年不能出现在这个春节 联欢晚会的这个舞台上了 因为呢 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为我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呢 我这个后遗症啊 还没好 现在我还需要住院 所以呢 就不能来唱这个南望今宵这首歌了 本来呢 中央电视台一直都在等着李古一 希望他能够如果有所好转的话 能参加这个晚会 但是呢 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心里面有一种挺别扭的感觉啊 也许我对李古一呢 是一个误解啊 因为之前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李古一这个人啊 挺侥幸的 觉得啊 个人觉得啊 没有什么理由 我对他没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就是 当他出现在一些社会场合当中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啊 他是一个嘉宾 我就从他的那些态度上看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 挺矫情的 挺矫情的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啊 有些人啊 有些矫情的人啊 就出来装叉 这里面是谁 我就不说了 不是李古一啊 李古一我没有明显的感觉的 他是装叉 但是有的人是 但是呢 李古一呢 我以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矫情 然后这件事呢 也让我有点费解 因为他这个后遗症到底有多严重啊 能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参加不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录制 据我所知啊 春节联欢晚会好像是录制的 是录制的 并不是真的现场直播 就是说 如果李古一去唱一下这首歌的话 对他来说呢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另外呢 他自己都说了 中央电视台呢 一直在等他 一直在等他 中央电视台之所以能等他 就是因为中央电视台 应该是对他的病情有所了解 应该觉得说他也能来 对不对 但是呢 到最后他也说他不能来 你不能来 也就不能来 就算了 对吧 你不做声明 其实谁也不会说 去非得把这件事去挖出来 你也没重要到那程度 说实在的 结果呢 你还专门发一个微博来说这件事 还专门点出来是新冠后遗症 真的我心里面有点别扭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别扭的呢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就在他国务院的网站上呢 发了一个拜年文 我都没有办法给他这个行为来命名 你知道吗 我都不能说 说他给中国人拜年 因为他不是给中国人拜年 他这个全文呢 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我祝愿全世界 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 健康平安好运 这是一个庆祝和欢乐的时刻 我特别要感谢庆祝奴隶新年的 成千上万的亚裔美国人 为什么要感谢成千上万的 庆祝奴隶新年的美国人 然后他说 你们是美国文化知己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他就拉着人 他拉着人来孤立中国共产党 甚至呢 能把人们从中国这个群体来风格开来 这是他努力的方向 然后他就说 对所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 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 祝愿兔年和猫年 带来更多平安繁荣和机遇 你看到了吗 这是他全部的这一段 拜年文 这里面没有提到一个中国 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人 这个字眼 没有 布林肯为什么要这样 对吧 不是每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有很多国家的元首 都竞相用中文来拜年吗 去年的时候 拜登和他的太太 特意还用中文拜年来着 还向习近平祝贺这个中国新年来着 那么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呢 现在在里面对于中国这两个字一提不提 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面真的是很别扭 但是这一点呢 我要给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点赞 你看人家小土豆是如何给华人拜年的 上来呢 他先用普通话说新年快乐 然后又用广东话说新年快乐 我不知道怎么学的 我这个广东话也不好 然后他又用英文说大家好 又用法文说大家好 然后呢 他又轮番的用英文和法文 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他说呢 农历新年快乐 可能他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 不光是中国过这个新年 越南也过这个新年 韩国也过新年 而且他可能也吃不准 还有其他的哪一个国家过这个新年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人好像就用农历新年快乐 用农历新年这个说法 而不用Chinese New Year 而不用中国年这个说法 然后他说 对于全加拿大各地的华人来说 但是他点出来对于华人来说 农历新年是与亲友团聚的日子 也是弘扬世界传承之文化传统的时候 农历新年又称春节 他的意义不仅在缤纷的烟花 在一家人的年夜饭 在热闹的省诗表演 他的意义更在于庆祝您所在的社区 庆祝华人社区 对加拿大和世界的贡献 从温哥华到凯尔加里 到多伦多到蒙特利尔 华裔加拿大人对我们全国各地的社区 带来影响 并帮助加强了我们的民族构成 这些说的呢 就比较客观 就比较亲切 就比较友善了 没有恶意 但是布林肯的那个 我就感觉到那个恶意在里头 然后他说 朋友们 指此新年以始之际 让我们扬起智慧 同情和希望 这些都是兔年所象征的意义 那个布林肯还说 兔年和猫年 猫年是谁的年 是越南吗 越南观兔年叫猫年吗 说近年来 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成为太多加拿大人面临的痛苦现实 我们必须遏止这种情况 说到这里呢 我给大家插一下啊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加拿大发生了一件种族仇恨的事情 有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的老太太 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国城附近啊 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推倒造成了死亡 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死亡 不知道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对他做了什么 只是推倒不足以死亡 肯定是对他拳打脚踢 造成了他当场死亡 有人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以后呢 都没有拉走人 现场目击者说没有拉走人 就说明这个人就是死了 据报道呢 就在警方处理这件事的同时 在加拿大的一个地铁站里面 有一个人被推下了这个地铁的站台 但是呢没有死亡 就是在加拿大呀 这种仇恨的犯罪啊 也越来越多 要不呢 加拿大总理就说呀 近年来 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成为太多加拿大人面临的痛苦现实 美国说2022年种族仇恨的犯罪的数量啊 是几十年以来最多 这就得感谢川普啊 是川普不断的来挑起这个民族仇恨 川普和蓬佩奥 现在又是这个布林肯 布林肯这个拜年 充满了这里面的挑拨理解 充满了恶意 但是呢 加拿大总理肖土豆这一段讲话里面就没有 他说 在新的一年 让我们相互砥砺 齐心谴责仇恨 让我们相互帮助 携手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让我们相互祝福 共同迎接新岁月带来的吉祥安康和繁荣 祝福从我家传递给您的家 索菲 这是她的老婆 她说索菲和我 祝愿您兔年健康幸福快乐 没有说猫年 然后她又用普通话说 祝您健康平安 这是小土豆对中国人的这段视频讲话 我感觉是友善的 尤其是跟布林肯相对照 最后呢 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来自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 在二十日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发表的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就说呢 2020年3月26日之前 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 仍然暂停使用 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大量为旅游类的签证 后续中方将根据疫情的形势发展 事实的调整有关措施 发言人说 今年1月8日 中国政府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以类仪管之后 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 进一步的优化了外籍人士 复华安排 恢复审发 定居访问 过境商务团聚 以及探亲和私人事务类的签证 但是复华旅游 就医事由的签证申请 暂不受理 就是说他们现在呢 在受理新的签证的申请 除了旅游和就医以外 其他的都受理 只是呢 对于持有 在2020年3月26日之前 颁发的 仍然有效的 多年多次往返的签证的人员 比如说我 我就持有这样的一个签证 如果你现在有非常紧急的原因 需要去中国的话呢 中国大使馆呢 可以给这一类人 签发一个新的签证 你这个旧的签证 尽管仍然有效 但是呢 还不能使用 严格的说呢 尽管还没有过期 尽管还没有过原定的期限 但是呢 现在来说是不能使用的 我希望这个新闻 对我的网友朋友有所帮助 我想是有所帮助的 因为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21日呢 是大年30 但是呢 此时此刻的中国 已经是进入了大年初一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好 我这个视频呢 还照例是一个新闻联播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 不足十个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以及欧洲呢 给德国施加压力 要求德国呢 同意给乌克兰提供坦克的这件事情 那么他们经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啊 这五天的努力 但是呢 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今天呢 我看到BBC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在分析啊 为什么说德国不同意 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坦克 他分析呢 有这么几种原因 那么从德国现任的总理舒尔茨 他的前任默克尔开始呢 德国就在寻求呢 和俄罗斯和解啊 和俄罗斯呢 建立一个合作友好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呢 虽然说是换了舒尔茨 但是呢 舒尔茨这个政党也一样的 是秉持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俄乌冲突的一开始 他就亮明了观点 当时德国呢 就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攻击性的武器 那么现在他们的态度呢 仍然是那个态度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在这种前提之下 那么德国呢 一定是不愿意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进一步的恶化 或者说呢 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 进一步的升级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德国的民众呢 对于对乌克兰军援的这件事情呢 所持的态度也是一半一半 根据最新的德国民调 说有46%的德国民众 支持给乌克兰提供坦克 但是呢 有43%的民众是坚决反对的 在中间左右摇摆的这个人群的数量呢 并不多 所以呢 现在德国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呢 就是非常的缓和 非常的消极 这就是呢 德国不愿意说 他们自己的立场 外界呢 给予压力 他们就做妥协啊 前几天我们就看到了 朔尔茨明确的表态说 德国是不会在被压力压迫的情况下 做出决定的 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呢 亚洲很多的分析人士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 我看到BBC 还有西方的媒体 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其实是有一个险恶用心的 他就是想把德国在俄乌冲突当中 把他推到最前沿 让他成为俄罗斯最痛恨的敌人 而美国的这个用意 和德国的意愿呢 是相冲突的 好 第二个新闻呢 是美国宣布 对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进行制裁 瓦格纳集团呢 是俄罗斯的一个私人的军事集团 这样的军事集团呢 在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呢 瓦格纳集团呀 它就是一个私有的军事集团 但是这也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呀 美国也有私人的军事集团呀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私有的军事集团 也就是雇佣兵 而且呢 美国的黑水军事集团 在阿富汗战争当中 是臭名昭著的 就是美国自己的法庭 曾经也判了黑水集团一些人杀人罪啊 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军事行动 他明明就知道 他要往下扔炸弹的那底下呢 有很多这个妇女儿童 但是他不管就扔了炸弹 结果炸死了很多的妇女儿童 那么美国的法庭呢 就判了他们执行那个任务的那些军人是有罪的 但是呢 在川普下台的时候 他还把那些军人给特赦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 美国你制裁瓦格纳集团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 这样的私有的军事集团 他们不就是在战争当中起作用的吗 如果需要制裁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先制裁美国的那个军事集团呢 但是呢 美国总是这样的 只准州官放国 不准百姓点灯这样的事呢 他们是没少做的 对吧 你是不能去指望那个流氓来讲道理的 对不对 好 第三个新闻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BBC的啊 BBC呢 他这个新闻里面 也是揭示了一个秘密 进行一个大曝光 说是呢 新西兰女总理宣布卸任以后呢 这个国际内幕被曝光 那么BBC曝光一个什么国际内幕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新西兰的总理阿德恩 他自己所说的 他自己就说呢 我现在呢 已经精疲力尽了啊 我已经没有power了 我这个油箱里面呢 已经是没有油了 我需要来处理我自己的个人的事情 我的小孩上学啊 我和我的生活伴侣的这个婚礼啊 等等的这些 BBC就说呢 他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领导人啊 实际上呢 他们面临的压力呢 是非常大的 他比任何人面对的压力呢 都要大 他们呢 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崩溃 这是BBC所说的呢 大爆料啊 我觉得呢 他说对了一半 这个新西兰的总理阿德恩呢 他确实他自己说呢 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啊 已经是过度劳累了 但是呢 他为什么精疲力尽 过度劳累 换句话说 他为什么 他这个工作呢 他干不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 他的压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工作的强度吗 来自于太长时间的工作吗 来自于太多的出行 来自于没有时间来休息吗 根本就不是 就来自于他这个精神压力 这个精神压力来自于哪里啊 就是来自于美国了 现在肯定美国就在利用新西兰 在今年下半年 要进行大选的这个时机呢 来对新西兰的政坛的进行操纵 给予各种的压力 甚至呢 像有一种说法呢 美国他掌握着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领导人的 他们的一些个把柄 有时候他就诚心给你设置一个陷阱 然后呢就抓住你一个小辫子 然后就拿这个小辫子来要挟你啊 你像那个马克龙 为什么说他去美国访问之前呢 他信誓旦旦的啊 要到美国去讨说法 结果他去了美国以后呢 他就完全就变了哈 是吃了他们的龙虾 然后就嘴短了吗 是拿着他们一个小镜子 然后就手短了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啊 我们就知道呢 去年的时候啊 丹麦就暴露出来说 美国和丹麦合作 对欧洲的那些领导人进行了监视啊 说马克龙的性生活 美国都掌握啊 那马克龙去了以后呢 拜登趴在耳朵说 嘿嘿嘿 这件事情我们可是掌握你 你想不想这件事情 我们给你公布于众啊 什么之类的啊 小辫子一瞪啊 马克龙就老实了 阿德恩呢 他现在就是 反正就来自于美国的那种操纵呢 他或者是说未雨绸缪 或者说呢 他们有小辫子抓在手里面呢 给他吓唬住了 或者说呢 他那个政党啊 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他们手里面 然后他们不得不让步 反正总之呢 这个BBC说皆是内幕啊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内幕好吧 好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现在呢 美国的众议院是掌握在共和党的手里面 换句话说呢 现在在国会里面最有权力的一个人物呢 就是麦卡锡 那么现在耶伦已经说了啊 美国的债务上限呢 再一次的突破 那么国会呢 必须得提高这个上限 那要不提高上限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死了 那么麦卡锡就说了 如果说要提高上限的话也行 但是呢 拜登必须得承诺说减少政府开支 要是不减少政府开支的话呢 就不给提高债务上限 那拜登现在又说了 拜登说你麦卡锡你这么做呢 你就是把这个问题呢 作为政治筹码 说你这样开出来 这个政治筹码呢 就免谈 所以现在这个耶伦呢 就非常着急啊 觉得美国呢 要不就死了 要不就半死了 其实呢 就算是这个债务上限呢 提高了 完了以后呢 美国也是一个半死的状态 因为你再一次的发债的话 你也不能说你就发就行了 你发债你也得有人买呀 对不对 那么世界上最大的 美国债务的买家是谁啊 就是日本和中国嘛 那么中国呢 这两年在不断的抛债 中国抛这个美债 现在中国持有美债呢 已经是12年之前的一个水平了 中国现有的美债还在抛呢 你再发行美债的话 中国会买吗 还别说中国了 日本会买吗 所以呢 那耶伦现在就提醒说 其实呢 提高上限也救不了美国 美国的选择就是全死还是半死 那么我们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呢 耶伦啊 在去非洲访问的这个路上 特意的跑到瑞士去见刘鹤 对吧 另外呢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猴急猴急的 要到中国来访问 但是呢 美国求别人 还死硬死硬的 今天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呢 说布林肯啊 现在又给中国画出红线 说他到中国来访问的话呢 他会给中国提出来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中国不准给俄罗斯提供军援 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中国不准对于麦卡锡 到台湾来访问这件事情呢 过于敏感 啊 说这是布林肯给中国画出来的 新的两条红线 其实第一条红线呢 从俄欧冲突的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啊 美国呢 一直都特别的担心 中国会给俄罗斯提供军援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俄罗斯其实不需要中国提供军援 俄罗斯如果说潜在的会有问题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 就是它这个油啊 卖的出去卖不出去 对不对 它的油气呢 其实它不难找到买家 但是呢 它有可能运输会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G7国家这个上限提出来以后呢 那么那些运输公司啊 还有运输保险公司啊 都不做俄罗斯的油气运输的业务了 这是它的问题啊 但是呢 前两天我们看到 中国说要和俄罗斯开展 油气运输的业务啊 中国有油轮 中国有液化气轮 中国有这个运输能力 中国的保险公司呢 我想 可能也应该是可以做这方面的保险吧 既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方面的合作 我想呢 这两方面 中国应该都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俄罗斯 它挣钱不是问题啊 那么它前线就不是问题啊 它那些个武器呢 它都是最先进的 俄罗斯的军事 比中国的军事要强大呀 对不对 它哪里需要中国进行军援啊 假如它要需要军援的话 它也用不着让中国给啊 它就让伊朗和朝鲜给就行啊 朝鲜早就按捺不住了呀 对不对 这就是呢 我还想再说一下 布林肯呢 到中国访问的事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布林肯给中国拜年的那个 他压根就没给中国拜年好吧 他那个拜年词里面呢 中国这两个字 一个字都没提 一个字都没提 满满的恶意啊 就布林肯这么恶 中国就不应该让他 到中国来访问 理他干什么呀 布林肯啊 拜登啊 统统的不让他们来 让他们来干嘛呀 如果来的话呢 就给他扔到新疆去 到新疆 给他开那种 像美国开的那种 汤号meeting 在体育馆里面召开一个大会 让新疆人都能参加 让他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布林肯这样的政客 把你们的各种饭丸 都给你们砸掉 新疆人干什么他们都不同意 你们的棉花呢 就得烂到地里面 你们参加什么劳动啊 什么他们就制裁 你们新疆人就不能劳动 你哪怕是在网上开个频道 唱歌跳舞啊 做一个流量博主 都不行 他都给你关了 就是他们 把你们每一个活路都给你堵死 就开这样的大会 你看新疆人要不要 一个人一口痛啊 把这个布林肯给淹死啊 是不是 让他到新疆去看看 还攻击说中国政府啊 在新疆不得人心 你去看看新疆人恨谁 对不对 或者说你中国的其他的地方 召开一个汤号meeting也行啊 你看看中国人 是恨中国政府啊 是恨中国共产党 还是恨美国的什么狗屁党 对不对 美国人都是疯子 然后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这个川普啊 他就是个疯子 那么川普他在去年的时候啊 他还状告希拉里 以及其他的民主党的一些议员 一共多达30多个 就告他们 拜登呢 在上一次2016年竞选期间 以及他刚刚担任总统期间 对他那个通俄门的那个诬告 他就认为呢 那个通俄门呢 就是一个猎屋行动 就是对他的一个诬告 对他的诬告呢 就是这30个人呢 推动的 他就把这30个人呢 告上了法庭 那么他这个案件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法庭其实已经给他驳回了 说你这个呢 完全是无理取闹 去年9月份都驳回了 到现在已经是半年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结果呢 昨天的时候啊 美国的法院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又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呢 就是说 说这个川普啊 对那30个人呢 无理提告啊 就是完全无理的 就不应该鼓励啊 这种行为呢 就无理到什么程度呢 就应该对他进行处罚 结果那法官呢 做了一个处罚决定 就对川普啊 罚款100万 我觉得美国法律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告状 我到法院我去告状啊 你可以受理 你可以不受理啊 你受理之后 你经过审理以后呢 你可以支持 可以不支持啊 你可以说呢 我无理取告 然后对方因此所付出来的 那些个律师费啊 什么之类的啊 或者是那些务工费啊 什么之类的损失 都由他来负担 然后呢 就是法院对他罚款这事呢 我就觉得就不可理解了 很明显的 对他这个判决呢 就想对他有一个 吓阻的作用 所以呢 你说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啊 从孟晚舟的那件事开始啊 我真的是对西方的法治的美好印象完全坍塌 完全坍塌 根本就不是个法治的社会 这个法治就是他们玩的一个游戏 谁更有权有势能够玩赚这个法律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工具来对付他的对手 现在呢 在美国这个法律这个工具就掌握在民主党的手里面 所以呢 像共和党那边啊 尤其是像川普的这样的 他提起来那么多的选举的案件啊 没有一个给他立案 还说是没有证据 我明明看见哈 他那个桌子上窝啊 那个大桌子哈 那一个桌子那么老厚的哈 就我半拉人的这么厚 那么多的材料 怎么叫没有证据呢 既有书面证据 也有那个人证物证啊 怎么就没有证据呢 这些证据按说就应该在法庭上来进行举证 来进行制证 你到最后你可以说不支持他 不采纳他 但是你怎么能说他没有证据呢 现在对于这个川普呢 就驳回了他那个诉讼请求 就试过半年了 又想起来要对他进行罚款 就想吓不住他 你就不能再搞这事 如果不对他进行这样的大额的罚款的话呢 这个川普呢 下面还会来无理取闹 都是些无赖 还有呢 昨天我还说了 就是人家华为的5G 有很多的那个专利 都是人家华为的 你美国压根就没有5G 你说你不用人家华为的设备可以啊 但是呢 你用谁的设备 那里面用的那个技术呢 都是有华为很大的一部分 你都得给人家华为那个专利费 结果呢 你美国那个公司不给人家 长期不给人家专利费 人家华为去起诉 对吧 起诉完了以后是美国的法院判的 华为赢了 华为都赢了 还不给 赢了以后4年 现在 最近才给人家华为第一笔啊 还有比这个更无赖的吗 这是法治社会吗 这是法治意志强吗 有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以后呢 就免费为他们提供宣传 说人家美国人 或者加拿大人 或者西方人 法治意志强 就是西方的这些老百姓啊 被他们管得死死了 这倒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那老百姓 美国的那个黑人啊 已经是被那警察 那个脖子跟那跪着 都喘不上气了 老百姓在旁边 知道这个警察是过度执法了 但是老百姓有办法吗 当时老百姓不敢 老百姓不敢 因为你要敢去碰 那个警察一个毫毛的话呢 你就是袭警 就是老百姓 确实是这个法律意识挺强的 挺强的 但是那警察法律意识强吗 那些执法者的法律意识强吗 对不对 川普法律意识强吗 拜登法律意识强吗 法官的法律意识强吗 都是仗势欺人 把老百姓是管得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 他们法律意识强 能把那机密文件拿回家吗 川普拿回家 拜登也拿回家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美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啊 那么中国在2022年底呢 实行了这个疫情的开放政策以后呢 然后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到了年底以后呢 中国公布了很多的数字 对吧 我经常说呢 到2023年开春以后呢 中国就是轻装上阵了 那么现在全世界呢 对中国的信心都很高 对中国在2023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呢 纷纷都修改了5以上 甚至5.5以上 可是对美国呢 就没有信心 对美国呢 都修改了接近零 甚至是零以下 到没有零以下 就是接近零了 零点几八 对美国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2023年啊 那么我们最近呢 老听到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呢 在裁员哈 这两天我看到呢 他们还在宣布说裁员呀 马斯克购买了推特以后呢 不是说裁员了7500人 说裁了一半对吧 那么之后我没有看到新闻说 他再次裁员 可是今天呢 我就是看到新闻说呀 说这个推特现在 他仅有1300多个员工 但是呢 马斯克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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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止那么多 不止1300个 我们这个活跃的员工 要超过2300 什么时候 怎么推特就剩2300人了 甚至1300人了 还有呢 那天我不是说 这个微软 他要裁员1.1万人吗 现在又说呢 英特尔啊 亚马逊啊 还有Apple啊 都要进行大裁员 都要上万人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